台南人相当熟悉的领百货整修完成 日前开放参观 吸引大批援朝 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 领百货的开幕将带动台南市观光的发展 市府还安排曾在领百货上班的员工 参与回顾展揭幕式 拉踩 由日本人经营的领百货 在1932年开业后 成为全台第二家百货公司 经过三年整修 今天举行回顾展开幕仪式 吸引许多民众参观 是到领百货是日子时候 台南第一间百货公司 所以想说穿着日本的衣衣来参加活动 是伴随我们成长的一段历史 那也很高兴说我们地方 把它整修出来 把它呈现出来 现年89岁的石允忠 当年曾经在领百货服务 很高兴与现场民众分享 被台南人俗称为五层楼仔的领百货 最上层的女儿墙座成阶梯状 每层皆以羽屁 与阳台构成水平线条横管 浑然一体 为了让领百货尽量呈现古迹原貌 工程团队 仿制当时的灯具 瓷砖等设备 修复难度颇高 台南市很多老市民都跟我讲说 他们以这栋房子作为台南市的过去的光荣 如果市民能够认同的话 我就觉得在挑剔之下 完成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一个任务 现场女性接待人员 特地穿着仿造当年百货公司贵姐的服装 流露浓浓怀酒疯 那这是台湾目前最老的百货公司 也是在文资界当中 唯一进行过修复的百货公司 可以恢复过去的繁华 担让我们大南市民过去的公营 尤其是可以带动我们大南市观光的发展 今日起围起两个月的回顾展后 市府未来将会把领百货委外经营 发展文创事业在线风华 新唐人亚特电视时 今往台湾台南报道